教育地产和互联网板块接连受到打击 但这是不是为了推广三开政策而在铺路呢 大家好,我是Omarkets的麦 欢迎收看今天的热门话题播放 我们知道在过去的两三个交易日中 中国很多的板块 特别是在美国上市的教育板块 股价深受打击 以新农方和好未来为例 他们的股价在过去的四个交易日中 分别下挫幅度达到了60%和70%的货币 那么除了教育板块之外 像房地产甚至于一项传统的互联网大厂 例如像是腾讯、阿里、美团、京东等等 他们的股价在本周二的时候 也纷纷下跌 最多达到了12%之多 应该说不论是在美国、香港还是在中国 这些主要之前是风头震旺的板块 是在过去的这一个月时间里面是下跌最严重的 大家都知道是出台了 关于中小学生教育要减负的政策 这个政策也直接使得教育培训机构 以及补习班的这些行业是深受打击 现在传门说 涉及到这些行业的潜在就业人数 达到了4-500万人机构 也就是说 这么多人的就业 有可能将会因为政策性的变化 而受到很大的影响 很多的投资者 不论是投资的是教育还是互联网板块 他们的股票的投资也深受打击 但是在我们看来或者更简单来说 从大的方向来看 难道监管行业或者说是出台政策的执政方 他们难道会不知道这些潜在的影响 毫无疑问他们肯定是知道 那既然是知道了这个代价这么惨 为什么还要打击教育 或者是说房地产以及户人 在我看来 很有可能他们是为了推广目前的三台政策 大家可能会觉得奇怪 这个三台政策怎么会跟这个互联网也好 或者跟地产和教育相关 在说说这些事情之前 我们要首先说一下 为什么中国现在会有三台政策 我们知道中国目前依然是世界人口第一大国 虽然说印度预计在未来十年之后将会超越人口 但是从现在来看 中国依然是接近14.5亿人口为世界第一 但是虽然从人口的绝对数上来说 中国是世界第一 但是从新生儿的出生率和出生量 以及人口的老名化来说 目前中国面临着严峻的人口结构问题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们知道这一代 也就是在过去的十年中 人口的出生率实际上是非常低的 特别是从2006年开始 人口出生率和出生总量一直在连年的下降 那么根据表格显示 中国在过去的50年中 人口出生的高峰时期 是在1960年至1991年左右 但自从1991年之后 每年的人口出生率就逐年下降 到了2019年左右已经达到了过去20年的最低数 但与此同时呢 由于上一代也就是我们知道 从60年到80年这一部分出生的人口 大量的人口 红利期 他们即将步入老名化 或者说进入退休年 因此中国现在呢 就遇到了一个轻狂不接的时刻 也就是说 这边的新生 因而越来越少 青壮年劳动力 未来的二三十年非常小 但是在未来的50年之内 有大量的中青年人口将会变成老年人口 大家可能觉得 变老就变老嘛 每个人都会变老 没有什么问题 但实际上 人口老名化 特别是对于中国来说 还没有进入到中等发达国家之前 按照现在的估计 中国将在2040年 有30%以上的人口 在65岁以上 换句话说 到那个时候基本上来说呢 很有可能就是 一对夫妻要供养上有老 下有小 同时供养四到六个人 这个负担是非常非常重要 而人口老名化之后 随之而来带来的问题点是非常多的 比如消费能力下降 社会的医疗和福利开支大幅增加 每年财政预算中 原本可以拨款给教育 基建 科技等等这些拨款 不得不用于大量的中老年 疾病啊 看护啊 医院啊 这些事 所以目前人口老名化问题加重 对于中国人口问题来说 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人口的老名化 将会使中国的综合国力下降 而且根据目前的统计 我们可以看下面一张图 中国人口按照现代出生比例 预计在2050年左右 将会从目前的14.5亿 人口下降至大约是11至10亿人口 如果继续按照现代出生率 那么到2100年 也就是再过90年左右 中国的总人口数将会下降至8至9亿人口 换句话说 目前巨大的中国市场将会缩水至少三分之一 而且那个时候的大量老龄人口将会严重的拖累整一个社会的发展速度 因此也正是这个原因 中国连续出台了 二台现在是三台政策 但是为什么出台了这么多的政策 现在的士林的夫妻还是不愿意生 不敢生 本质上就是因为教育开支太大 第二就是压在头上的三座大山 哪三座大山 教育开支 住房开支和医疗开支 以及与职随之而来的社会的阶层固谈 那如何来降低目前的生育成本过高 以及社会阶层固定化太严重的问题 我们将会在下集中给您做出简单 敬请收看 GoMarket在线交易首选券商